桥桥也有四字头 现在基隆房市也要拼买器 向这个建案打出每瓶13万起 等于回到两年前的价格 要来拼首购族市场 白色接待中心旁边的一大块空地 就是未来要盖的社区大楼 每户规划30瓶以内主攻小宅 其实基隆已经有不少建案 都纷纷打出一字头 比起几年前曾出现三字头房价 来得吸引人 你如果是以基隆市跟别的地方来比的话 基隆市真的算是便宜啦 外围搭买银架工人忙着赶工 新北板桥江子翠重划区 就有两个建案打出四字头 比临近房价便宜一成以上 已经卖出八成 在台北中正区这个建案 每平70万起 也比附近行情更便宜 80户一个月完销 总销售金额32亿 等于一天卖1亿 占据北市最热销建案 此外像大安区都更案 每平虽然120万 但都比附近房价划算 新竹每平20万起的案子 一个月300户完销 建商打出浪力招数 国安催神买气 经济紧缩吧 大家都比较不会想要去 把钱拿出来 可能是一种刺激消费的一个 手段而已 专家也说看似房价下跌 其实只是回到几年前价格 也让买气开始回龙 建商打出低价抢势 似乎也已经成为 卖房重要行销策略 三立新闻 郑英荣 邱子玲 姬友们